現在我們看一個例題 有五個各項同向性的天線構成的寬邊陣列 它驅動的陣幅是1比2比3比2比1 求子陣列的陣列因子 就是APSI 去匯出它的規劃輻射模式 比較指陣列與五元均勻天線 第一個龐坡半的強度等級 就是說你這個主坡半 跟我們這個的第一個龐坡半 它強度的等級是多少 現在我們就把它按照這個 現在這裡只有五項 不過其實我們可以看成 因為前面有2有3 係數加2這兩倍這三倍 總統是九個九項 所以平均值呢 就等於九分之一這個 好現在我們就用一個 用一個技巧 用個技巧 我們把這個配方一下 把這個東西配方一下 就是說我們提出一個 exponential J2Psi 提出來 好 那麼這個 這項就變成三了 那麼這一項呢 就變成負 J2Psi 那這一項還剩一個 J2Psi 剩 那就兩倍的 J2Psi 所以就這個二 然後呢 再來一個三 這個正的 一提出一個再來就是負的 變成這個樣子 於是呀 我們就可以 因為它這是絕對值 絕對值 我們就不管這個Psi 好 那它就是等於 你這個加這個 是兩倍的cosPsi 這個是兩倍的cos2Psi 所以就等於這個值 好 我們把這個 aPsi 跟這個 指畫出的曲線 畫出曲線就是這個曲線 我們不去畫吧 就是這個曲線 OK 就是這個曲線 這是根據Psi 畫出來的 就是說我們 從那一定可以畫出來 就是這個樣子的畫 好 那現在我們 現在 βD跟Psi 還沒有 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你如果要知道它的Phi Phi角 就是它的 比如說最 主波半在哪裡啦 龐波半在哪裡啦 你要知道Phi角 對不對 那你就要知道什麼 知道D跟C 知道D跟C 好 現在我們來看看 應用以下的附加資料 來匯出輻射的模型 比如說 我們寬邊正列 C C等於0 Psi等於這個 元素的間隔 D 是等於二分之 Limina Psi 如果D等於二分之Limina Psi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規劇化的模式 Phi就可以用這個畫 就是 剛剛我們 畫出來的是這個圖 你要畫成Phi的話呢 那要看你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 我們現在畫這個 寬邊輻射的畫 就是側面在側面 側面 我們假設 元素的 之間的距離是這個 然後 βd 讓它等於Pi 那就是D等於二分之 D等於四分之Limina D等於第二分之Limina 就是這個 那就可以得這個式子 那你 需不需要再從這裡畫呢 不需要 好 我們這裡說 可以從 這個圖形 轉換而得 轉換而得 好 我們現在看看怎麼轉換 就是說 用Psi來畫是這個 你看這是Psi 換邊的 是不是這樣的 換邊的是這樣的 好 這是Psi 畫出來的 好 那現在我們用Psi等於這個 我們把這個值帶進去 D等於二分之Limina βd等於Pi xc等於0 於是 Psi呢 Psi跟Phi有這個關係 Csi等於0 它就是Pi cosphi 於是 Aphi Aphi就是我們剛剛導出來的這個字 就是這個 這個字 好 好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 我們看看 怎麼樣子 相對應 OK 當Phi等於二分之Pi的時候 Psi Psi是0 Psi也是0 就是說我們現在 要在這個地方 另外畫一個 Psi跟Phi Phi Phi 就是這個 A A跟Phi的關係 A跟Phi的關係 A5 A跟Phi的關係 這個就是告訴我們 這個 注意一下 這個就是表示 當Psi等於0度的時候 相當於Phi等於二分之Pi 這兩個東西要相等 我們可以從這個來試試看 來試試看 你看這個 Aphi等於二分之Pi 二分之Pi的話 這個都是等於1 這個就是 Cos這個也是1 這個也是1 那就是3加4加2等於1 A9來說就是等於1 好 按照上面這個來講 Psi是0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所以呢 這個0就相當於Psi 是二分之Pi的地方 好 那現在我們 已經有這個圖了 已經有這個圖了 好 那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畫一個Phi的軸 Phi的軸 這邊是Phi等於0度 這邊是Phi等於Pi度 那在這個90度 Phi等於二分之Pi是在這裡 Phi等於二分之Pi 就要相對什麼 相對Pose等於0 就是說你這個 從這裡頭 畫出一條直線 跟這一條水平線 相交的地方就是 就是這個P0點 就是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圖案的這個0點 好 那麽現在我們 要看 我現在要問 當Pose 當Phi等於Phi等於Phi1的時候 然後 那一點在哪裡 現在沒有這個圖案 沒有啊 現在沒有這個圖案 你不要看這個圖案 現在只知道這一點了 好 那我們就從 你要看這個方向對不對 好 那我就從這個方向 做一條直線 跟 水平軸加Pose 加這個 Phi1這個角 你要看這個角嗎 好 就是這個角 所以我們先以 先以這個 BetaD等於Pi 畫一個圓 好 你知道這個中心在這裡 對不對 我們已經畫了這個軸了 對不對 好 我們以這個為 圓形 以BetaD等於Pi Pi為半徑 畫一個圓 所以從這個 點 到圓上面的任何一點 距離都是Pi 都是Pi 那我要知道這個地方的 這個角度的 它的這個 A5省多少 那我就從這裡 畫一條直線 跟水平軸 其他 Pi彎講 於是就 交於 這個 圓、 洲、 於Pi彎點 Pi彎點 Pi彎點 Pi彎的時候 就是Pi的Pi彎 Pi彎等於多少 Pi彎等於多少 它告訴我們 Pi彎等於 BetaDcos5 她跟他的關係是這個 因為這個 C等於0 所以Pose等於這個 等於這個 好 那這個 這就是Pose1 Pose1是什麼呢 就是你剛剛 這條線交這裡 與這一點 就在這個位置 就是說 這個是 這個是 Pose1 Pose1的位置 這個就是Pose1的位置 你看這個 Pose1等於βd 乘cos 所以我們把這個 這是一個圓 圓 圓 從這裡到這裡的距離 就是P0 P1 P0 P1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P0 P1 它在這個位置 它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的 投影 就是 等於這個 這個就是Pose1 那我們看 Pose1的最大值 中心在這裡 這麼大的距離 我們取這麼大的距離 這就是Pose1的位置 Pose1在這裡 那這個時候 A Psi 是多大呀 A Psi 就是這裡做一套垂線上去 對不對 A Psi 我知道 A Psi 是這麼大 A Psi 這麼大 那現在 它的A phi 是多大呢 A phi A phi A phi 跟A phi Pose1 跟大小是一樣的 所以 從這裡到這裡 這個方向 取一段 從這裡取一段長度 等於 A Psi 所以 P0 到Pose1 這個長度 它就是等於 A phi 等於 A phi A phi 你就 現在 只多了一個點 多了一個這個點 但你就再 再找別的 比如說 我要找這個A Phi2在哪裡 你再取一個Phi2 同樣的方法 你就可以把這個 好多好多個點 把它集合起來 描出來 就是這個圖 當然這個 也不是很好畫 你要 你要 要畫很多 要 去很多的數據 這個圖 就是從這裡 轉換成這個 主要的就是 要利用 A phi 要等於 A Psi A phi 等於A Psi 好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個 這個就是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我們剛剛 都講過了 好 那麼現在我們看 第一個龐坡棒 在哪裡 第一個龐坡棒 第一個龐坡棒 是出現在 Phi 等於0 Pose 等於Pi 的地方 第一個龐坡棒 就是這個地方 比如說 在這裡 在這裡 Pose 是0 Pose 等於Pi Pose 等於Pi 的話呢 那麼 Pi 就是0度 Pi 就是0度 Pi 那麼我們就 求這個 A phi Pi等於0度 帶進去 0度 帶進去 這個0 這個等於1 這個也是1 它就變成 這個值 然後 我們把這個 算出來 這是等於什麼 負1 這個等於正1 對不對 正1 負1 那就等於 等於 4 再負1 5 5-4 等於1 9分之1 9分之1 就是0.11 0.11 它 其實這個大小 A Phi 等於0 就等於 A Posi 等於Pi 我們可以看這個圖 Posi 等於Pi 那麼 A Posi 就是 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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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 就是0.11 這個就是 這兩個字都一樣大 0.11 那麼 在這個地方的龐坡萬 我們能不能看得出來 就是這個 0.11 這個如果1的話 0.11 這個大小也是 0.11 這個大小也是 五個 元素的正列 好 現在我們看這個 接收天線 這是天線的一種 發射天線 當然它是 要靠裡面的電流 跟電荷在那裡 在那個 電偶級或者是 一個線圈上面 在震盪 而產生一種 能量 這個能量呢 就變成電磁波 它就 承載著 資訊就傳播出去 然後接收天線是怎樣呢 接收天線 它是把 把這個 發射天線的這個 電磁波 接收了 然後從這個 電磁波裡面 摘取它的能量 就是把電磁波 裡頭有資訊啊 把它 吸收 那這就是用感應 感應出一個 在它本身的這個 天線上面 電磁波在天線上面 感應出電流 或者電荷 電荷 OK 那這些電荷啊 就會 像三種我們畫的 它的中心呢 這個中心是一個 generator 發射天線 這個接收天線的中心呢 它是一個段路 一個段路 就是一個線路的兩端 那麼這個天線上面的這個 感應電池跟電流啊 就在這個段路上面產生 而 open circuit voltage 這個open circuit voltage 就會在這個線路裡面 產生一些電流 於是你就可以 如果你這個線圈 你這個電路跟它產生共振的話呢 那就可以把這個 訊號把它吸收 好 那麼 一個是 把能量化成 把訊號 化成 應該說 利用電能 把訊號化成 能量的形態 傳播出去 電磁波的形態 傳播出去 電磁波的形態 接收天線是 從電磁波裡頭 摘取它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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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把它 就是摘取它的電流啦 然後把它變成資訊 我們看 接收天線 與 發射天線之間呢 它的相互關係 兩者 有以下相同性 就是接收天線驅動電源的 等效阻抗 要等於 發射天線之 第二個 接收天線 與發射天線 與發射天線之方向性相同 就是說 你這個方向要相同 你才收得到 否則就收不到 就是說它產生的電廠 產生的電廠 正好你這個 接收天線 你這個open circuit 這個voltage的 這個方向 要跟電廠方向平行 要跟電廠方向平行 那才收得到 所以這個方向性要相同 好那現在我們看 這個是發射天線 B A是發射天線 B是接收天線 假設 假設 發射天線 所輻射的電磁門 被遠處的 天線B所吸收 而且天線B呢 比如說 能夠 你從第一點 eat 點 但是 這個 這個路 正好是 以 人為圓 we are 圓咒 的這個地方 第一點 最大的功率 第二點 接收 它的功率 OK 我們假設 這個圖的意思 好 那麽現在 跟天線B之間呢 關系 一發射 靠 B 要能夠走 這兩個 之間的關係好像是什麼呢 一個對手的關係 提前網路 它有雙口 雙口就說這邊電壓是V1 這邊的電壓是V2 這個時候 V1跟V2呢 V1這邊會產生電流I1 V2會產生電流I2 V1 V2 I1 I2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它是要兩個方程式來表示 這個跟我們這個 一般的電線 有一個電阻 兩端有電壓 V跟I只有一個方程式就可以表示 V等於I R2就可以了 這雙口的就可以 雙口的要 雙口 就是這邊 有電壓 這邊電壓 這個有電流 這個有電流 好 那這個是它當中的 一些粗抗 假設這個叫做 Z1-2 Z1-2就是表示 這兩個 有一種偶合的關係 就是 跟這兩個有關係 然後Z1-1呢 純粹是這個 V1 這個的內電主 Z2-2 純粹是V2的內電主 OK 好 那現在我們就 現在就要 這個 這些主看 我們分別寫在這裡 那現在我們 要來看 要來看 如果A跟B間的介質 互相傳播的路徑 對等的時候 這是A到B 傳播B跟A有關係啊 它也會影響到A啊 那麼它的傳播路徑都相對等的時候 那偶合主看 這是偶合主看 相等 在正常狀況之下呢 發射天線 與接收天線間的距離啊 都非常非常的長 因此這個偶合的影響啊 很小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 偶合的主看 Z1-2 Z2-1 都當作是 很遠的時候 都是當作0 距離很遠的時候是0 好 那麼 我們現在看看 這個主看係數 Z1-1 跟Z2-2 幾乎都是跟這個 A 比如說Z1-1 它就是A天線的 輸入主看 Z2-2 Z2-2 它就是ZB的輸入主看 OK 好 那麼 A B 在隔離的狀態下 做發現天線使用時的系數 就是說個別 我們不管 一直只有A存在 一直只有B存在 就是兩個不相干的時候 那麼 不相干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看到 不相干就是 這個就是 沒有啦 那它就是 這個沒有啦 這個0 這個也是0 對不對 那就是等於 這個 Circuit 這個Circuit V1 就等於 I1 乘Z1-1 它就是等於 ZA乘上 I1 就等於 A天線的內 內 乘上這個I1 OK 好 我們現在要看等效電路 這個電路啊 我們一般 很複雜的電路 比如說 我們要 裡頭有一個主抗 經常會換 別的都不換 電源跟這個都不換 就是它換 比如說你要解電路的話 你每換一個都要解一次 那多麻煩啊 那我們就是 要 把這個除外的其他部分 用一個等效 的一個 電源 跟等效的主抗 串聯 來表示 這個叫做戴文寧等效電路 或者是用一個 等效的 電流源 跟等效的 並連主抗 等效的主抗並連 那個就是 所謂的諾頓等效電路 那現在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電路 就是說這個是等效電路 我們可以把它換成這個樣子 很遠很遠 很遠很遠的時候 Z12跟Z21 都當作是零了 發射天線 就這個樣子 那接受端呢 接受端怎麼辦呢 接受端 我們剛剛是從這裡影響到它呀 接受端呢 那就是我們要把 剛剛這個 這個電路 你看 這個保留 就是這個 左邊的這些東西 我們要把它 劃成等效的 電壓源 跟一個 就是 叫做 段 這個叫 它的電壓源 就是段路電壓 就是這邊的段路電壓 還有就是 這個地方的 等效的阻抗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來看這個 好 那現在我們用這個 Z Open circuit Open circuit 這個要怎麼講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這個地方 斷路 現在我們要求 等效電路 你先把這個地方 斷路 斷路 你要看這個地方 從這裡看進去 它的 Open circuit Voltage 它的Voltage 是多少 這是斷路 如果這是斷路的話 你看看這個地方 斷路電流就不會過來 電流就走這條路 電流走這條路的話 那它的電流就是多少呢 就等於V1 over Z11 對不對 這兩個加起來 它除上這兩個加起來 Z11 這是 這個是什麼 I1 I1 這個都是I1 然後I1 乘上Z12 就等於這個 地方的 電壓 這個地方電壓 就跟這個電壓 電壓是一樣 因為這是Open circuit 沒有電流 沒有電流 這個電阻就 當作沒有東西一樣 這個電壓 就跟這個電壓相當 這個電壓跟這個電壓相當 就是Open circuit 那它就是等於這個 V1 OVER Z11 乘上Z12 乘上Z12 好 那麼 現在我們要看它的 ZG 就是等效的 跟它串聯的這個主抗 這個主抗 要怎麼求呢 要這麼求 我們這邊斷路 這邊斷路 這邊斷路 好 我們把這個電壓源拿掉 電壓源拿掉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變短路 這是它的一個規則 代溫寧等效電路的規則 這個地方短路 這就換成短路喔 換成短路的話 你從這個地方看過去的 等效電阻就是 等效主抗就是什麼 這個跟這個閉連 對不對 這個是短路 這兩個閉連再跟這個串聯 所以它就是 這兩個閉連倒數 這倒數 那麼 我們計算 閉連跟閉連 然後再跟這個串聯 這個跟這個閉連 倒數倒數再倒數 再加上這個 倒數倒數再加起來再倒數 就是等於這個 這個 這個的等效電阻 再加上這個等效電阻 這個我們就不管 這就從這裡算過來了 所以ZG 就代表這個 ZG就等於這個值 於是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接收天線 發射天線接收天線 它的電路 它的電路 把它等 等下電路就寫成這個樣子 喔 我這裡都有 有寫出來 剛剛用這個就好了 OK OK 好 那麼 現在我們去看 現在我們去看 由於二天線的偶合作用非常微弱 可以將天線B的內組 視為天線B做發射天線用的時候 它的輸入阻抗 就是ZB 當作是Z22 Z22就是它在發射電磁波的時候 然後啊 它的 輸入阻抗 好 它的訊號 它的訊號要先輸入嘛 然後再發射出去嘛 輸入阻抗 好 當天線B在收訊號的時候 天線B在收訊號的時候 V2 V2 要等於 負 I2 乘3 ZL 我們看看這個圖 Z V2 V2 這個乘這個負 電流是跟它相反嘛 所以V2是等於什麼 負I2 乘ZL 負I2乘ZL 於是我們就可以把 前面我們說的 雙口T型網路這個 V2 等於這個 你看V2 它的物理意義就是說 它跟I2本身的電壓 然後這個就是說 它跟 這一段跟I1有關的這個 這個不是電壓 這個是它的主抗 是核 於是我們就可以把V2 用這個帶 它就變成 這還是不變 從這裡我們可以解除什麼呢 I2 解除I2 好 那麼 ZL 就是接收電線 它的這個 線端電阻 所吸收的 平均功率 2分之1 real 2分之1real V2 V2 成為I2 的complex conjugate 這個就等於 把V2 換成這個 變成這樣 於是 I2 complex conjugate 成為I2 就等於I2平方 這個就是real 可以提出來 然後real呢 就是作用在這個ZL上面 ZL上面 那麼 I2就把它換成這個 換成這個 我們就用I1 就用這個 發色天線的這個來表示 這還是Z ZL的real 好 那麼 這個 圖17中 天線B 相繼的兩個 ZL 吸收功率的 比值 就是說 我們 這個 起初在這裡 後來跑到這裡來 在這裡 跟在這裡 這是位置1 這個位置2 它相繼的這個 吸收功率 可能在這兩個位置 它的Z1、2 不一樣 Z21不一樣 因為 我們不能保證 這個空間 絕對是一樣的 所以 它的比值 這個 吸收功率的比值 就等於 這 Z21 在這個位置 跟Z21 在這個位置 第二個位置 等於一個 比值的平方 如果 天線B 是發射天線 而 A 為接收天線 的話 那麼 在 A 就是在原來的這個 B 點的兩個位置 就是把AB 對調 那麼它的吸收功率 也是只是把 剛剛這個獅子裡頭 這個 對調而已 現在我們看有效面積 它的定義 這個定義 稍微記一下 這個就代表有效面積 A effective 比如說 接收天線的有效面積 A effective 是什麼呢 是傳送到 匹配負載的平均功率 於 入射於 接收天線 電磁波 時間功率密度的 比值 這是 時間平均 功率密度 這是功率密度 功率密度就是 它不是功率 它是 這個單位面積有多少瓦特 多少瓦特 那就是說 接收天線 現在 發射天線 把電磁波 發射過來了 它射到這個 接收天線 接收到多少呢 接收到的一定是它的平均功率 就是 你 天線A 它四面八方發射功率啊 你天天B值在這裡啊 它就這一部分過來啊 這一部分過來 這平均功率就是說 它全部的功率 被 四拍的 角 立體角 來除 單位立體角有多少 或者是說 你在四拍R平方來除 你比如說 你比如說 A到B之間距離是R 你比如說 四拍 R平方來除 就是 單位面積有多少 單位面積有多少 然後 然後 乘上一個 就是說 你吸收的 平均功率是這麼多嘛 這只是功率密度而已嘛 功率密度 單位面積有多少 你現在總共吸收了多少 現在我們不知道啊 這吸收多少 相當於 相當於 這個量相當於什麼呢 相當於 當接收天線 適當朝向 入射坡的 天正方向時候 傳到負載的 對 這是傳到負載的 最大平均功率 就是 比如說 我們把這個 接收天線啊 就朝向這個 發射天線 跟它的 電場的方向 跟它的天正方向一樣 你可以接收到 最大的這個 平均功率啊 最大的平均功率 就等於它 輻射到這個地方的 功率密度 乘上某一個 面積 這就是 這面積現在還不知道 現在還不知道 好 那麼 這個是 平均功率 但是你 就是 天線A 發射出來的功率 被那個4πR平方來除 R就是 兩個天線之間的距離 然後 乘上某一個面積 這個面積 乘上來以後 那就是等於它 吸收到的功率啊 吸收到的功率 就是等於 所以 就是 假定它 接收天線 跟路設的 偏正方向相同的時候 所接收到的 它 它負載裡頭 所吸收到的最大功率 OK 這個可以算出來 功率我們 吸收多少功率我們知道 那麼 這個也可以算出來 你這個 你這個 發射功率 是多少 然後距離是多少 這也知道 然後 這個乘上A 就相當於它的 有效面積 有效面積 就等於說 你這個 功率密度乘三面積 就是它吸收到的功率 當負載功率 ZL與天線的內組匹配的時候 這個時候有最大功率 這就是 匹配狀態最大的功率 ZL跟ZG 匹配 這就是電路 電路上面就是這樣 當這兩個 這是內電組 比如說 我們一般的電路 內電組 等於 端電組的時候 這時候功率最大 ZL 我們 就可以 因為它是B線 B 天線的 所以就是 RB 減到JXB 這個是代表 Real Real part 這個是代表它的 Imaginary part 這是電阻 這是它的 電抗 這叫它的 電抗 那麼 PL Power 二分之一 i Z L 平方 ZL平方 剛剛是等於 我們算出來 是等於這個東西 ZL Power Power 是等於這個東西 Power 我們就直接用Power 等於這個 OK Power 等於這個 好 那麼 那現在 那現在 Z22 等於ZG ZL 是等於 因為匹配啊 匹配 ZL跟它匹配 所以呢 就等於ZG的Complex Conjugate 好 那麼 這兩個 因為這兩個 互為Complex Conjugate 所以加起來 就變成兩倍的RB 兩倍的RB 然後這個取Real的話呢 就只有RB了 所以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字要記一下 真的不要忘記 它從哪裡出來 還有這個 PL 那這個就是 負載 接收天線 負載所吸收的最大的主抗 好 現在我們把 RA 當作是 發現天線的內組 這發射 發射功率P T T就是Transmission T PT 二分之一 IR平方 所以結合 以上的兩個式子 這個式子跟這個式子 那我們可以把 這兩個除一除 PL B3PT 是等於這個 接收天線 B的時間平均功率 與發射天線A 的方向性正義基有關 這個是我們以前 在這個發射天線有講過 有講過這個東西 S Average 等於發射功率 B3PiR平方 這個有講過 好 現在這個式子裡頭的 PL等於AE就是PL 剛剛講的這個定義 把這個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去 把這個帶到這裡來 所以PL呢 就等於這個字 好 那麼我們把PL出過來 所以PL是接收天線的 所吸收到的功率 這是發射的功率 OK 筆子是這個東西 這裡有很多公式 我們可能一下子 沒辦法記住 我們稍微有這個印象 只要多看 做一些習題 才能夠記得住 我們把這個式子 跟這邊這個 合併 和平 就是把 這兩個式子 把這個 帶到這裡頭來 我們可以解除 Z1 2 Z1 2就是 它們偶合的這個 主抗 如果B為發射天線 A為接收天線 同樣的 我們只是把 A變成B B變成B 1變成2 2變成1 而已 因為這兩個 它們相距很遠 空間應該差不了多少 所以呢 這兩個 會相等 那這個跟這個 相等的話呢 我們就發現 有這個關係 GDA OVER E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方向性正義 A天線的方向性正義 跟A天線的有效面積 跟B天線的正義 方向性正義 跟B天線的有效面積 比是相等 我們就發現 我們就發現 天線方向性正義 與有效面積的比值 是絕對的常數 這是一個常數 絕對的 每一個天線都一樣 這叫Universal Constant 這個要記住一下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個 例題 一個長 DL 長就是指整個這個 很長的這個 好像我們O級的天線一樣 但是它比波長要小很多 電O級所製成的接收天線 接收波長為Laminar的電磁波 它的偏正方向 如下毒所說 就是這個是它的偏正方向 它接收到這裡來 它並沒有正好對著它 沒有正好對著它 這個方向 要求它的有效面積是多少 OK 好 那麼我們可以看 這個就是 你這個地方 你這個天線接收到的 它在這個距離 就是距離這個 就是在這個 接收天線上的這個位置 Ei是這個 那麼到達這個地方 它的平均的 時間平均功率密度 是等於1i平方 over to a 這個我們在上次都講過了 那就是說 這個是從 發射天線發射過來的 然後到達 接收天線 它的這個 功率密度 好 那麼它現在吸收功率呢 比如說傳道匹配負債 我們假定這負債是匹配 ZL就等於ZG 平均功率是這個 平均功率 那我們帶剛剛這個 這個式子 剛剛這個式子 就變成這樣的式子 對不對 好 那麼 我們剛剛有得這個結果嗎 剛剛得到這個結果嗎 這個都剛剛有算過 然後 i1 z1 2 就變成 v open circuit 就是我們剛剛看的這個 接收天線 天線 這一邊的這個 電流 成上它的這個 內組 就是open circuit 這個我們 前面有求過這個東西 那麼 Voc又等於什麼呢 它是等於 因為這兩個並不是平行啊 它跟這個DL不平行 DL是這個方向 DL是這個方向 所以它在這裡的投影 投影 這個等於這個投影 V是等於 我們知道V 電壓 等於E 乘上DL 那如果媽媽夫婦把它當作 定值的話就是DL 1萬 它就 夾角是theta 就變成這個東西 這是它的 平均功率 我們 在前面 有講過 有講過這個 RR 就是 就是這個電阻 就是這個 ZL的 時速部分 它是等於 等於這個 前面有 就等於天線的這個電阻 好 好 那現在基本電 我覺得有效面積 有效面積 有效面積就是 PL over這個 我們剛剛已經求出來 PL等於這個東西 對不對 PL over這個 好 那現在 它就等於 這個 PL被這個除 那麼 我們把這些值 帶進去的結果呢 算出來 它是等於這個 這麼做 這個我們也稍微記一下 等等可能 也要用到 好 基本DL及天線的方向爭議 是等於2分之3個 3比方θ 這個我們 求過 好 那麼現在我們把這個 它是 它是等於這個 等於這個 好 那現在我們 把這個配方向 這個跟配成這個樣子 你看 8跟4 8π跟4π 約了變成2 對不對 2分之3 這裡有個Lamina平方 分子也乘個Lamina平方 配成這個樣子 配成這個樣子呢 那這個就變成 4πLamina平方 因為 A1是等於這個 這個 基本電腦機的 基本電腦機的 有線面積是這個 它就是等於這個動作 於是 我們就可以把 GD跟這個比一比 這等於4πLamina平方 我們剛剛講4πLamina平方 是一個 Universal Constant 所以 所以具有匹配主幹的天線 它的方向爭議 有以下的關係 我們就 得到這樣的一個關係 OK 那是把這個 這個在這一邊 我們拿過來 好 現在我們把這個獅子 Voc把它變成這個 還有 Average等於這個 帶到這個獅子裡頭來 帶到這個獅子裡頭來 PL帶到這個來 這個帶到這個來 那麼 我們 這個就 等於說這個在這邊 這個在這裡 那就 求出A1 在θ角的時候 它是相當於 與它的長度 Lθ的關係 L的關係 L1 就算你這個角度 不一樣的話 它這個 這個有效長度 也是不一樣 這是有效長度 有效長度 OK 好 那麼 我們現在再看一個 後向散射界面積 後向 是 Bax Cater Cross Section 就是說我們有時候 入射於天線的電磁波 撞擊到某些無緣的物體 就是沒有 它本身 不會發射這個 電磁波的 不會發射電磁波的 而該物體 不是用來摘取 入射波的能量 它也不會吸收這個能量 不像是吸收天線 它也不是一個發射天線 就是一個物體 這個時候這個物體呢 受這個電磁波的 輻射 它就會有散射出來 散射出來 為了要描述這個散射牆的強度 我們要有一個新的物體量 稱為 後向 橫接面 後向橫接面 就是它 比如說我們 這裡有一架飛機 一架飛機 雷達的電磁波 雷達從這裡射過來 然後它會反射回來 對不對 就是後向 後向的這個 接面機 或者我們稱它叫做雷達面積 一個物體的後向散射面積 是指這個物體 在等效面積內 所攔接到入射波的功率 等於此物體在接收器的位置 均勻地向各方散射的總功率 就是說它的定義是這樣的 你現在這個物體 接收到這個入射的功率 對不對 它是怎麼 它是入射的功率密度 功率密度 那它總共是 總共有多少的功率呢 我們要呈上一個面積 這個就是 就是後向的有效面積 後向的這個接面積 這個總功率要等於什麼 要等於我這個物體 受到這個電磁波的 電磁波的照射以後啊 它全部再反射出去 反射出去 反射出去它是各方向都散射 它不是只有一個方向 各方向散射的總功率 要等於我剛剛吸收進來的功率 吸收進來的功率就等於功率密度 這個有效面積 這個有效面積就是 橫向的面積 後向面積 我們現在假定 Si 入射於物體的平均功率密度 這是功率密度 S S就是scatter 從接收器的位置 散射的時間平均功率密度 它每一單位密度 有多少功率出去 這背向的散射接面積 這是散射物體與接收器之間的距離 那麼我們就有這個關係 這個關係呢 就是按照這個 這個來的 這個定義來的 你看這個是 接收到的 平均功率密度 沉上有效面積 要等於 對對 接收到 它接收到的 要等於它發射出去的 還是從這個接收電線發射出去 像各 四面八方發射出去的 這個功率密度 乘上4拍R平方 乘上一個4拍R平方 那麼這兩個功率相當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得到 Sigma Bs 等於4拍R平方 這兩個筆字 Scatered的 這個功率密度 跟這個 入射的 功率密度的筆字 有這個式子我們知道什麼 那R值很大的時候 R值很大的時候 那麼Scatered的功率密度 是跟R的平方乘反比 你看這兩個相乘嘛 它跟這個其實是乘反比 那就是說你這個 兩個天線距離 就是天線距離它越遠 天線距離它越遠的話 那麼它這個 它Scatered的這個 我們想就知道 你距離越遠 你接收到的功率密度就越小 總功率也越小 你上測出去的功率密度也就越小 但是它比 是跟R的平方乘反比 而Scatered 然後 Back-Scatered 確實跟這個不變 這個 因為這兩個 這兩個是 這兩個 正好抵消了 就是說 這個是跟R的平方乘反比 那這個又是跟R的 這裡是跟R平方乘反比 所以這兩個月照就是 等於它 與R 不改變 就是它 不隨著R改變 就Cross-section是一樣 功率的話 功率密度我們想都知道 你接收到的當然 當然 跟距離平方乘反比 那就是越來越小 你當然放射出去的 也就越小 好吧 好 那麼這個 這個基礎 這個不隨R改變 後向散射界面 是雷達用來量測物體之用 故稱為雷達橫界面 所以叫雷達橫界面 與物體的幾何形狀 有關 什麼形狀 排列的方向也有關係 與物體排列的方向 還有結構的參數 都有關係 還有 路射坡的頻率 跟偏正方向 它們之間 有非常 複雜的關係 雷達就是 這用在雷達方面 雷達方面 對 對 那是雷達的方向 有關 有關 對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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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